这是韩国侏罗之王的大结局 最终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愤恨不已 为了找到逃跑的黄景敏 郑宗硕竟然持枪闯进了医院 来到一间病房 眼前的男人为阿景策划了整个复仇计划 为了逼迫对方说出阿景的位置所在 宗硕竟然一把扯掉了女孩的呼吸机 此时的他已是造心病狂 为了解救侄女 检查大叔只能坦白阿景的下一步计划 那就是完成小折未完成的心愿 此时的阿景已经回到了新石中学 他将班主任马映龙推进大公室 随后掏出一把刀 直接割开了对方的两根筋脉 鲜血一滴一滴的跌了下来 马映龙苦苦哀求对方能放了他 他说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错误 可阿景并不买账 他掏出手机打通电话 让老师对着手机很救命 如果你面不该绝 老天自然不会让你死 紧接着阿景将一堆堆教科书 扔进操场中央 同样扔在地上的还有这部手机 随后他回到20年前的班级 在全网发布了一条信息 邀约当年的同班同学 一起回到新石中学 寻找自己不是霸凌者的证据 为了洗脱校园霸凌的罪名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来到了学校操场 他们疯狂地翻找着地上的课本 但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手机里 班主任的苦苦哀嚎 另一面 宗硕也回到了自己的班级 此时的黄金敏正在等他 阿景质问宗硕 小哲从来不笑 但我们拍照那天 他为什么笑得那么灿烂 原因只有一个 小哲不希望我们回想起他的死 满心都是悲伤和恐惧 他希望留给我们的最终印象 就是他微笑的样子 一个男孩 直到赴死之前 还在想着怎么给朋友留下好的回忆 而你 我们最信任的人 却将小哲一把从顶楼推了下去 更令阿景气愤的是 二十年过去了 宗硕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假装若无其事地活着 两人在教室里打了起来 身受重伤的宗硕 根本不是阿景的对手 阿景走出教室 宗硕则掏出了手枪 眼见对方走向顶楼 宗硕瞄准前方的身影 射光了所有子弹 却一发都没有击中 在小哲的指引下 二人再次来到了天台 阿景看着操场上的这群同学 仿佛再次看到了那群听话的侏罗 他们只懂得顺从 毫无人性可言 如果他们当初敢站出来反对霸凌 而不是助纣为虐 事情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此时的宗硕一点也填不进去这些 他死死掐住阿景的脖子 阿景却将手铐靠在了宗硕的手腕上 他说他是为了完成小哲最终的心愿才来的 没错 小哲的心愿就是自杀 仿佛看见金哲缓缓站上了天台 阿景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跳了下去 远处的同学再次看到了20年前的场面 宗硕死撑着 他一点也不想死 但手铐却死死地拉着他 一点点的向下坠 宗硕 我们去见小哲吧 去当面跟他说句对不起 他会原谅你的 阿景向宗硕发出了最后的哀求 宗硕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 二人就这样从顶楼掉了下去 一面上却是三具尸体 黄金敏 郑宗硕 还有生命定格在20年前的小哲 两人安静地躺在地上 鲜血交织到一起 时间回到20年前的那个夏天 两人在家里头多喝酒 醉倒在地上 仿佛一切悲剧都没有发生 故事的最后 小哲将阿景的日记交给了金哲母亲 让这个妈妈知道了儿子的死亡真相 班主任马英龙并没有死 他躺在病床上 享受着最高级的护理治疗 由于目击者身亡 小哲的死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悬案 没有证据可以指认宗硕 郑宗硕就这样成为了勇斗杀人狂的英雄 被授予烈士下葬的最高礼节 侏罗之王在黄金敏 郑宗硕和金哲的笑声中走进尾声 我是苏苏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部剧不见不散